大家好,今天分享的这个小餐包是我们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咸口小面包 我做过很多次了,其实配方和以前分享过的气种酸奶排包很类似 我后来也做过不少版本的调整,都很好吃 今天这个版本加了三种奶酪,刚出炉的时候外壳焦脆 内里还拉着丝,小朋友吃得超开心 口味咸香,又非常有营养,跟我一起来做吧 先来看看面团用到的食材,今天特地全部用中筋粉来做 用的是Costco超市的这款有机的中筋粉,很容易买到 打面环节想分享几个心得 在北美常用的是KitchenAid这个厨师机,其实打面效率不是特别高 我试下来的体会是,最好先预留一点液体 打面的时候比较容易成团,后期就会提高效率 除了盐和黄油全部食材低档混匀 大概一两分钟就成团了 一成团就可以停下,静置20分钟 别小看这20分钟,让面团水和增强面筋 这期间我们来准备一下要用的奶酪馅 奶酪的选择看你的喜好 我通常是用马苏里拉奶酪和车达奶酪 加上一点帕马森奶酪 量比较大,你也可以添加大蒜粉或者意式香料粉 我有时候会拿这个小面包来做三明治 所以不想要风味太突出 面团静置以后,加入海盐和剩下的液体 搅打至成团,基本光滑就可以放入黄油 最后打成这种程度就可以进行煮发酵了 边缘有锯齿也没关系 这个面团的含水量不算大,所以揉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静置半小时后来做一次拉伸折叠 我试过的版本里有纯酵母粉的也有全部用天然酵种的 今天这个版本加入了一部分的天然酵种和少量的酵母粉 是我们最喜欢的 强烈建议加一部分天然酵种,更有味更好吃 酵母粉的添加会提高效率降低酸味 如果你对酸味特别敏感的话 这款面包的糖量不多,我用的是低糖酵母粉 我用了大概两个小时 面团发到接近两倍大的时候就可以来分割整形 平均分成16份,每份大概53克 然后松弛20分钟 接下来不用干卷,用手掌把面团拍扁,包入奶酪丝 每个面团包8-10克左右的奶酪 全部包好以后放入烤箱进行二发 发到面团都挤在一起就可以了 用了两个半小时 然后把剩下的奶酪丝铺在面团表面 我今天还刷了一层牛奶液,也可以省略 烤箱提前预热375华氏度190摄氏度 烤大概22分钟 烤箱的温度和时间供你参考 要注意的就是奶酪不要烤糊了 出炉了 趁热吃就是这种效果,超级辣丝 放学以后小朋友就迫不及待的拿了一个吃 面包非常蓬松又不失弹性 空口吃就很香 凉了以后里面会有一个大洞 我觉得能放下一个白煮蛋 来点你喜欢的馅料做三明治也非常方便 第二天早上,我把面包加热了一下 和小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吃 简简单单的开心 谢谢你的观看,下个面包见 我买了 是吗 那就是小 张小牙要不吃 嗯